Sereena 嘿 就 别 嘿 听我听我听我 就放松 走 Sereena 你还没关系 你错误了 嘿嘿嘿 Sereena 听我 快点 听我听你 让我解释 Sereena 对不起 这是我妻子的 Sereena 怎么敢 Sereena 好 幸好 肌疾病 快要回复 对不起 让你感到不舒服 我们的酒店 会提供您的谈论 我们愿意你休息一下 再见 疼吗 疼吗 还行 对不起啊 都怪我 你当时为什么不跑啊 没来得及 真够笨的 就你聪明 行了 我呢 没什么事就先回去吧 你要不再多坐会儿呗 害怕了 怎么可能 我胆子没那么小 谢谢啊 我一个大男人啊 在你屋台酒里不合适 所以 你要真的害怕的话 我就住你对面了 大声喊就行了 再说我们明天就回去了 不用害怕 好 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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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来了 天心 天 不是七八天吗 也差不多 差不多 真快啊 怎么了 你这几天没吃晚饭啊 吃了 吃什么了 吃 方便面 我有时候煎鸡蛋啊 你什么也没吃 好 我都不想吃了 我先吃了 我先喝了 我今天不吃了 我和你一起喝了 我来喝了 你不喝了 你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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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游到哪儿也不去了 我想好了 等高天成功了 我天天陪着你 咱们也去旅游 我 去法国 你走哪儿 我跟着哪儿 我 我肯定 我陪你陪你让你翻 你走哪儿 再来 等你的伤好了再打吧 怎么样 一样 你手上这伤怎么弄的 真一没跟你说什么吧 没说什么 你这伤跟他有关 没有啊 那个笔记本 你这伤害 真一你怎么来了都不说话呀 我去你的办公室 看你不在 所以我就想 你应该在这里 你这伤害 没有失了 我只想回避一下 慈离 所以你们在莱恩西 到底发生了什么 金车哥 我的日记本 你都看了吧 我看了 我一直想要找机会 来跟你聊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机会 我也有很多话 想跟你说 这么多年了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两个人 一个是我爸 还有一个就是你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那个日记本记录了我 从小到大所有的心情 我之前一直以为 那种感情就是爱情 可是当我把日记本 放到你桌上之后 我每天都体心吊胆的 我害怕 看了那本日记之后 我心情还是挺复杂的 我一直想要找机会跟你说 但还是怕会伤害到你 不过这阵子呢 我想明白了 这其实是一种习惯 我习惯了你对我的好 所以当有另一个人出现 要跟我一起分享 这个好的时候 我舍不得你 不过 靖州哥 我现在非常清楚 我从来都不会失去你 因为 你是我唯一的哥哥 听你能这么说 感觉挺开心的 你终于捋清了自己的感情 但同时 心里面也有一种失落 感觉自己被人甩了 难道不该是一种 解脱了的感觉吗 我真的挺佩服你的 面对自己的感情 你比我勇敢 等到你遇到那个 让你心动的人的时候 没准你比我更勇敢呢 我这个妹妹呢 已经霸占了你十几年了 我不能再这么自私了 所以 你要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没了 来恩西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的没什么 靖州哥 你能不能 把我的日记本还给我啊 你的日记本 没在我这儿 哦 啊 啊 次の動画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